拿斧板当盾牌 抵挡水柱攻击 一大早自来水源区 尖叫声不断 小朋友全副武装 打水仗玩滑梯 还自备各种造型的泳圈 泡在水里泡凉快 他第一次来 他不敢下水 可是他在家里很喜欢水 太阳直晒将近30度高温 家长带小孩玩水消暑 镜头来到中部 临时搭建的充气细水池 人潮挤得满满满 人手一支水枪大战一场 还有水车巴射强力水柱 透心凉 泡泡疯狂喷射 小朋友水枪互相攻击 屏东的大型气垫水池 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 还有600支的冰棒免费送 最近全台高温炎热 出现特殊的天气现象 南投信邑香山区 清晨云雾缭绕 还有云铺流动 傍晚太阳下山 出现火烧云景观 变化万千令人惊艳 全球的话温度的话 比较偏向 跟全球暖化有关系 还有声音的现象的发展 那目前的话 今年的话慢慢会转 声音的现象那种 那接下来在七八九这段时间 温度上还是有机会 都是比较偏高的 数据显示 全球平均气温 已经三度创下新高 美国研究 这可能是地表 十万年来首见最高温 不过十号开始 太平洋高压减弱 北部中南部近山区 花东纵谷 温度大约36度 其他地区温度会下降一些 十一号开始水气增多 出现午后雷震雨 全台温度降到33到35度 水气变多天气门热 未来一周不止防大雨 也要避免热中暑 三立新闻 有点小夏天太尽 再次温度转点 下一次